詞曲維liad 詞曲維liad 嗨 大家好 我是瓦城 歡迎收看文化膠囊實驗室 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台灣知名選貨店 Lags的處理人來參加我們節目 馬上歡迎Squart 哈囉 你好我是Lags的Squart 那想請問Squart是從什麼時候 對服裝產生興趣又是怎麼成立Lags的 服裝產生興趣嚴格說 應該就是在15歲左右開啟吧 因為那時候台灣也剛好有 影集一些夕陽的東西進來 尤其是音樂 那時候剛好也是台灣的第一詞 像嘻哈團體就是Aleboy出來 其實那個東西對我們小時候來講很震撼 然後到後來就是接觸到滑板 那服裝其實我覺得 興趣的最大原因是音樂 就是因為你可能因為聽著嘻哈音樂 後來我開始也喜歡上了 所謂的搖滾樂到Grunge 那你就會從滑板的品牌的衣服 然後買到可能就會想要穿像古著的 像那種Vintage 像Cookoble那種就是Vintage的無銀衣 然後去買那種舊的毛還毛衣 然後他開始又進入到喜歡古著的世界 那其實我覺得服裝一開始 每個人小時候都有一個人 會幫你有點像開啟你的那個 對你的大門你就開啟了之後 其實你就回不去了 因為可是有一個我覺得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在音樂 我真的覺得音樂一定可以改變一個人 就是你聽Jazz的人 或者是喜歡Soul的人 我覺得他一定會有固定的一個Chin 你聽久了你會對那個文化 會產生更深的喜歡 所以你聽雷鬼 大部分我覺得搞到最後應該 有人想要拜訪一趟Jamaica 然後去看一下真的Jamaica當地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音樂他會是所有服裝 尤其是 所謂赤文化服裝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開啟點 那想請問一下就是Less的名稱 背後有什麼一樣的意義嗎 其實一開始也很好笑 其實一開始是我們公司在2006 2007的時候我們本來開一家店叫 Royster Sign 那去過紐約就知道他就下東城 可是在早期的SOHO區 紐約的SOHO的時候 其實早期蠻熱鬧的地方 那邊有很多獨立的藝廊跟咖啡 還有一些Live House 還有一些新的品牌 Streetwear的服裝 像Alife那時候都開在那邊 那個地方叫做Royster Sign 所以我們想要把當地的一些美國品牌帶進來 因為早前我賣非常多的美國街頭品牌 像大家都知道的SURE SSUR 然後一些牌子 有一天我美國有一個品牌的設計師 叫做就Undercoin的那時候的主腦叫做PET 那時候他就跟我提案說 你那麽了解美國人話 為什麽你們店不會想要做自己的牌子 然後他就給我提一個名字 說你們反正就LES了 他說極簡就是LESS LESS is more 這個名字簡單又很酷 我跟我弟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這蠻酷的 可是我們一開始其實沒有想要做牌子 我們就開始玩票性的把LESS的這個東西 一開始做了第一頂帽子 然後沒想到就賣的 沒幾天就賣完了 然後就開始就做第二頂 然後第三 第三樣產品好像是T恤 那時候Logo其實一開始設定 還沒有設定找固定的Logo 都是自己設計 可是比較開啟點其實是2008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店有賣了美國一支品牌叫Only New York 然後Only New York的主腦跟設計師叫做MICAT MICAT其實他是亞裔 所以他對亞洲會有一份情懷吧 然後我們那時候跟他一個提案就是 可以幫我們公司設計一個Logo 又簡單的 他就幫我們設計的一個正方形 然後放一個三角形 然後做很多配色 我們那時候一看就覺得就是他了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們就做第一件T恤 然後沿用商標 就是註冊商標然後沿用到現在 所以那個Logo就變成我們公司 較類的 然後應該正式來講也是2008年到現在 品味這個東西養成 其實我們說比較現實跟坦白的 他需要花費你的時間跟金錢 那有兩種方法就是現在的資訊那麼發達 如果你沒有那麼多的金錢 你就是可以上網 可是上網就是你可以去多看一些 Instagram也可以 然後多看一些Instagram別的店家賣的牌子 跟人家的穿搭 那在我們早期當然就是 土把連鋼就是買雜誌 買日本雜誌 可是我常說買雜誌是一個很好的方法是 其實因為我擁有非常應該這輩子應該買過 超過兩三千本的雜誌以上 所以你會 你雜誌其實你是用錢買的 就我舉例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知道意思 你小時候買過CD 如果你花了四百塊五百塊買一張CD 其實你不會隨便的把它丟掉 那你曾經有聽過一張CD 主打歌 你原本覺得他是為了主打歌而買 可是你聽完了好幾次 你發現主打歌不是最好聽的 我講一個最經典的例子就是 我非常喜歡張正月 張正月其實那時候Free9那張專家 我記得到最後 大家公認最好聽的主打歌是愛我別走 愛我別走一開始好像是放在那個B-Sign的 不知道第幾 倒數第三首 可是他後來是最紅的一首歌 這東西其實就是因為你CD你一直留著 你才發現好聽的歌其實不見得是主打歌 可是現在因為快速的音樂跟所謂 像串流音樂大部分都是我點現在的主打歌 我點完了之後 我就沒有再去回播或什麼 所以你很多東西 其實你現在翻一些老的雜誌 你會看到原來這個早就已經看過 因為我有時候有些雜誌我會放在廁所裡面 我有可能在上廁所的時候會拿起來看 然後你才會發現說 原來這個牌子 我原來十幾年前就已經有 其實最簡單其實是 我們公司其實沒有固定的一個品牌形式 我們一直常想要賣的牌子是 就是所謂的實穿性的牌子 所以我們公司很少會去賣一些太hype hype就是可能現在很紅 然後兩季之後就不紅的牌子 可是就是我比較偏向的是 希望怎樣的客群 就是大概20歲到40歲的客人 他可以他的消費能力 甚至他的需求 他可以找到他想要的服裝 聯名現象像像Stucci跟Supreme 就是代表著街頭品牌的意思 就是舊品牌本來我們認為他是 他不是上得了檯面 他屬於一個Undertable 或者是Underground的一個文化 可是他被精品品牌給向重 其實是街頭品牌有很多創意 也讓精品品牌能夠認同 因為精品品牌尤其是背負了 一百年兩百年的那種 不能不能改變的那種 固定的一些品牌 他們要擁有了高雅的那種 設計跟歷史 可是他發現全球的景氣風向 他沒辦法尋求更多的獲利 所以他發現青少年或一些 喜歡這些潮流品牌的人 他們購買的那些其實很強大 所以說LV跟Supreme值不值得這個價錢 我會覺得我自己很喜歡 只是我也沒辦法買得起 只是我會覺得這在Supreme來講 是創了他在Struer這個地位上 永遠無法超越的高度 台灣有很多玄武店 可是我們有多了一個背景 可能跟別家玄武店不一樣 我們有很紮實的街頭底子 我真的是做過DJ還有玩過滑板 還有我們的朋友很多都是 真的就是街頭長大的 像一些老舌歌手 還有可能玩滑板的朋友 所以我們可能更了解街頭 所以我們很多創意會展現在有些都是街頭的東西 大部分大家講到玄武店就是風格大部分就是賣日本 我就會開始也嘗試著早期 就很早以前就開始嘗試著去遠赴韓國 然後後來也引進的印尼亞加達 還有泰國 像我們今年也最近又想要再跟泰國的單位合作 那我會可能看得更遠就是 我們店很特別有賣過俄羅斯 俄羅斯的品牌 所以我會開始把世界觀這個東西帶進來 類似會病史沒有賣的牌子 或者日本的那些玄武店沒有賣的牌子 我們可能獨家就去引進 所以他們沒看過 可是我們要有一個觀點是 你會覺得那個牌子很棒 是因為你在日本看到那些店賣 如果我們都把標遮掉 我也不跟你講那是哪個國家 如果你第一眼就覺得這個東西其實是很棒的 其實那就對了 其實買衣服你買到最後 你有時候不用被他的標跟品牌跟價值給蒙蔽 你就是把那些東西都拆掉 我也不跟你講多少錢 可是這東西你覺得好不好看 就有點像你在跳的市場挖寶 你覺得好看你就拿起來 你穿在身上你就覺得這是對 而且它的品質你只要一摸 你可能一看一個東西 你覺得布料是OK 你就會覺得它是一個好的東西 我覺得選物店的責任就是 你要讓客人知道新的東西 而不是你要什麼我給你什麼 是我們有點像媒體 我們要帶新的牌子來教育客人 客人才會對選物店的東西會常常信任 那我對Walkware這個名稱 我曾經有發表過文章 工裝Walkware起源於美國淘金熱潮 他們其實要最早應該多加研究 其實真的對Device還有一些 美國的一些就是Walkware的牌子 要多研究他們所謂的那些細節跟文化 可是台灣的年輕人就是 你只要看到很多口袋的衣服 它就叫做工作 但是有些東西它不是工作 它是Fish 它能釣魚 Fish的文化就是比較 我們如果要硬要硬要歸類 應該存在應該是outdoor 像L.O.bin那種 就是一些Plug 就是哥倫比亞 就是那種outdoor的東西 可是你把outdoor的東西 跟Walkware兩個其實是不太一樣 真的喜歡工裝的年輕人 我會建議他去買一本 日本有本 那個Lything有出一本 叫Walkware 你先去研究什麼是Walkware 你再來思考 你喜歡的真的是工裝還是軍裝 抄襲現象 我自己的想法其實是覺得 它有好有壞 這個東西都會出現在實裝 甚至哥倫 只是我自己覺得 你要如何從那個東西 做的不要讓人家覺得 實在真的太像 就是你要有自己的風格 你多加一點點自己的風格在裡面 我就會覺得 這個東西其實是很酷的 有些品牌它沒有辨識度 我覺得有品牌的壽命啊 就是在於 那個品牌其實只要一兩樣東西 讓它很有名 就跟Barber 只要大家想到它的油布外套 你就一看就知道那是Barber Supine這早期 我們都認為它的五分格 5Panel非常有名 所以我覺得你的存在價值 有點像你賣吃的 你家開餐廳 你只好一道名菜 讓人家覺得 我會記住 那我覺得你就會在史上流名 因為克拉克也是啊 Wannabe 我就會覺得 Klux的鞋子就是Wannabe 或者是 你只要有一個名作 你可能就能在這個業界 可是你總不能全部東西都超 你沒有一樣的東西 是你的主打的一個特色 你以後就會比到男生 我覺得 你可以用很多時間去研究一樣東西 然後讓它看不出來 那就是讓人家覺得 那個東西是看不出來 就是完全的沒有任何超級的影子 而且是非常的原創 你就有可能成功 我蠻嚴肅的講一個 你認為真的很多人 穿的 或很多人 用的或喝的東西 就是好的東西 這個值得你去省思 為什麼 我舉個例子 全世界應該大家都知道 最紅的漢堡 像麥當勞 可是你真的有做過漢堡 或我在做餐飲的 麥當勞的漢堡真的叫好吃嗎 還有 Starbucks的咖啡 只是能喝 它 不是世界冠軍 所以它 Starbucks的咖啡 它不會是最好的咖啡 可是年輕人反而會覺得 很多人穿的衣服 就是很好的衣服 所以導致年輕人 台灣年輕人 大部分 就是喜歡穿 三條線的愛迪達的褲子 然後加一雙Easy 然後三半身 可能買一件素提 或一件什麼CK 什麼 有點 都是那樣子的 服裝的造型 然後他們對穿搭 反而會覺得 我們這樣子很奇怪 其實我覺得會買衣服的人 不代表 他喜歡衣服 還有的 會裝筆 會買雜誌 會去買書 我自己有買 Stone Island的那本書 那本書高達三千多塊 還有買Rishy有一本 那個謎財神經 哪本定家 我記得蠻貴的 然後還有 Supreme的書籍 兩本我也有 其實我常常在買書 還有設計類別的書 然後很多品牌的一些 可能一些書本 我都會買 可是我覺得會買書的人 真的是發自內心的 喜歡這個 因為你不可能拿那個書出門 那超重的 你只是擺家裡而已 而且你是真的 真心的喜歡收藏 可是 會買衣服的年輕人 他也許穿一穿上去 就放在平台就賣掉 所以 他不見得真的 只是想要 真的喜歡衣服 也許他只是想要 說實在就是 可能吸引一性的注意 或者是想要 在他的 Instagram得到更多的賬 因為我曾經有遇到的年輕人 他就拿著他的設計圖 之後 他想要自創品 我告訴你 我就會 我一看就知道品牌有問題 我告訴你做這什麼東西 他說我要出T恤跟帽子 我說 其實 我會勸你不要做 你把這錢省下來 因為 市場上現在不缺你 這兩樣東西 而且 你會面臨到 會很結局 那 你還沒準備好我 我會覺得你不如 先不要做品牌 你先要累積你自己的人 我就人脈 然後 人脈怎麼累積 去跟店家 多認識 或辦活動 然後第二個 如果可以 進入到服飾業 從最基層的開始做 你知道真的做過服飾業 你知道這個服裝產業 就沒有你想的 那麼簡單 你包含打掃到盤點 很多雜項 光電路的事情 又另外一個 那服裝 設計服裝又是另外 可是你今天會設計服裝的人 不見得會管理帳戶或電路 你怎麼出貨 這本鑰匙在怎麼會設計衣服 他也不知道衣服要怎麼寄 你也需要人家幫他寄 那編號是怎麼 一定要人家幫他弄 所以這個是一個沒辦法的 所以這個整個產業鏈是很大的 我會覺得你一定要從服裝產業線去做 那今天謝謝SWO哥給我們這麼多實用 又真誠的建議 不會不會不會 真的不會 感謝你們